大家好,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本书作者吉野元三郎 是日本著名儿童文学家 曾任世界杂志总编辑 明智大学教授 严播书店顾问 人的一生大都只有七八十年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 生活在当今这纷繁多变时代的父母 除了自己更操心孩子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际深远 但人生只有一次 领行错了 人生的方向就偏行了 可生而为人 在这世间走一遭 每个人都想活出有价值的人生 如果你对人生感到迷茫 如果你对教育孩子不知所措 那这本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正是为你而准备 2013年 日本研波书店为庆祝创立百年 进行了读者最喜爱的一本书票选活动 本书高居第二名 仅次于下木树时的心 魅力与影响力经久不衰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徐静波教授说 好奇心求知欲 还有不可或缺的良知 是一个人健康成长的两大支柱 很难想象 这样一本充满正能量的好书 是在日本黑暗的时代中写出来的 因而它人性的光芒就尤为动人 人性的考验 永远存在于人生的每一次经历中 在工作中生活里 正直还是谄媚 善良还是无情 诚实还是虚假 勇敢还是怯懦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下面我们一起去书中寻找答案吧 本书讲述了进入青春期的中学少年 小哥白泥在成长过程中 经历的种种困惑 每一次都有如人生导师般的舅舅 在身旁引导他 带领他通过切身的经历 和内心真实的感受 去思考应该活出怎样的人生 正是小哥白泥通过 真真切切的生活体验 经历或喜或忧的情感波动 探悟出生而为人真正重要的东西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包括动画大师宫崎骏 这本书 宫崎骏先生从十岁到七十岁 并以本书为灵感 创作出新的动漫剧作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者细腻的文字 走进少年与舅舅的人生探问的交流中 一个雨天 十四岁的本田润衣和舅舅 在东京繁华街区的楼顶 看着人来人往 心中突然产生了不曾有过的疑问 那些他俯看到的人在想什么 能看到的地方又有多少人 是否同样有人在某个窗户看着自己 看着楼下一个个移动的小灰点 他突然感受到人类就像茫茫大海中的一个水分子 他只是其中之一 因为没有以自我为中心思考问题 他开始被舅舅称为小哥白泥 这个名字的由来还得从以下两种思维方式说起 有些人的思维方式如同孩子 全是以自我为中心去认识周围事物 认识他人 因此这类人无法全面地了解一件事 认识一个人 不成熟的成人和孩子的这种思维方式 就如同最初人们只相信自己看见的 看见每天太阳和星星在绕着地球转动 而认定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样 所以就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作地心说思维 任何人一旦以自我为中心来判断事物 就会局限在自己有限的认知里 从而无法了解事物的真相 无法理解新事物或新理论 当年地心说无法解释一些天文现象 哥白泥不再以地球为中心思考 他尝试从地球围绕太阳转动这一角度思考 很多天文现象一下子能解释通了 日心说理论诞生了 当人深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就无法认识宇宙的全貌 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事物 就无法认识世界的真相 人的思维如果像哥白泥诞生日心说理论一样 以广阔的宇宙为中心 突破小我的视角就称之为日心说思维 当人渐渐长大 或多或少会产生类似日心说的思维方式 除了以自我的角度看自己看他人 也能以他人的角度看自己 但人都习惯以自我为中心思考和判断事物 即使长大成人 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也很难完全并除 尤其是在利益面前 大多数人都会陷入自私自利的考量中而迷失自我 当小哥白泥开始思考时 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变得不简单了 为什么大家都欺负家境不好的同学 为什么约定好的事却难以付诸行动 舅舅告诉小哥白泥 这不是他现阶段独有的困扰 贫富 歧视 欺凌 勇气 在将来的人生中 他将在不同的场合反复遇到这些重大的问题 为此 舅舅特意为小哥白泥准备了一个神奇的笔记本 生而为人 从出生在世界上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拥有外观世界的眼睛 但是看世界 除了双眼还需要内心和大脑 地心说 思维的人看是狭隘局限保守 日心说 思维的人看是宽广 多面开放 越成熟的人 越拥有日心说思维 看世界的思维变了 看到的世界也就不一样了 学会了以正确的思维方式看世界 我们就能更真切地感受世界 更真实地认识自我 更全面地判断事物 让我们继续阅读舅 写给小哥白泥的日记 一起去探寻人生更多的课题吧 虽然世界很大 但作为中学生的小哥白泥 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 是在同学朋友的圈子里度过的 不过和同学朋友也能构成一种不折不扣的社会 在小哥白泥的世界里 最初跟他走得很近的是水谷和北剑 水谷身形挺拔 稳重内敛 北剑无论是身形还是性格都完全相反 北剑强壮矮小 跟小哥白泥唯一的共同点是个子不高 北剑无论什么时候都直言不讳 毫无顾忌 他的口头禅就是 不管是谁说什么 我都不会被说服 这样一头小倦驴最开始也让小哥白泥不太想靠近 直到有一次小哥白泥给他解释物理现象 他第一句依然是不管是谁说什么 不过第二句 这次我完全错了 把大家都逗笑了 小哥白泥这才开始喜欢北剑 小哥白泥和北剑成为真正的铁哥们 还在于后来发生的炸豆片事件 班里有一位家境不太好的扑川 每天的便当都有炸豆片 身上也一股油炸味 加上他长相奇怪 衣服不合身 运动神经也非常不发达 即使他特别擅长文科 也免不了被班里很多同学捉弄 面对同学们的欺凌 蒲川的回应从最开始表现出的寂寞 不甘和愤怒 转变为善良而估计的微笑 这一转变似乎有一丁点的效果 那些本性不坏的同学停止了捉弄 但山口一伙人却越使坏越带劲 在班级活动要投票选举参演者时 山口写了一个纸条 传递给众人 内容是让炸豆片上台演讲吧 当经过不知缘由的蒲川 再回到发出者手里时 山口阴阳怪气地问蒲川 谁是炸豆片 全班顿时哄堂大笑 蒲川才恍然大悟 善良平和的蒲川 被山口反复羞辱 被同学们反复取笑 他感觉无地自容 又气又恼 憋屈地仗红了双脸 可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无所作为 独自忍受着痛苦 小哥白泥非常同情蒲川 他似乎能感受到蒲川的难堪 感受到他的情绪波动 他对山口这帮恶人憎恨至极 但除了心里的责骂和憎恨 小哥白泥在行动上 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小哥白泥的朋友北剑 显然是行动派的 他看不惯山口欺负弱小的行为 直接上前将山口暗倒在地 狠狠地猛揍山口 心软的蒲川上前劝北剑饶了山口 可北剑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气焰一发不可收拾 直到班主任回到教室 这场正邪的较量才告一段落 小哥白泥很欣赏北剑的勇敢 更让小哥白泥佩服的是他的正气 当老师问打架原因时 北剑对打架起因保持沉默 只是勇敢地承认 是自己先动的手 从老师办公室被教育出来后 大家都关心地问北剑 为什么不说实情 北剑说 当着全班的面说出来 就是告密者了 他绝不做告密者 小哥白泥越来越喜欢北剑 觉得这个个子如他一般矮的朋友 其实是多么可靠和伟岸 还没进入社会的小哥白泥 在学校的朋友圈 同样目睹了成人社会 可能面临的卑鄙 低俗 狡诈的事 也同样感受到了男子汉的率真 学校也是一个小社会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就会面临社会和人生问题 语文 数学和英语 在学校可以从老师那里学会 但是人们聚集起来 创造出的这个社会中 每一个人在其中过着各自的人生 到底又有多大价值和意义 多厉害的人都没法教会 只有自己去品尝 就像即使知道 水是由氧和氢氨氨1比2的比例构成 也只有我们亲口品尝了凉水 温水 茶水 才真正知道水的不同味道 想要明白生而为人的意义 需要我们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不是依靠外界做判断 而是靠自己在人生中 切实去体会 去感受 依赖自己无法复制的经历 需要我们进行率直的思考 如果每个人都能对这个世界 对生而为人这件事抱有了不起的想法 并能按自己的想法活着 我们就能接纳自己 更能接纳不一样的他人 进而活出真正的不迷茫的人生 学校对于孩子来说 除了是学习知识的海洋 也是孩子出涉社会的人生道场 与什么样的人构建一个共同的圈子 与不一样圈子的人又怎么相处 面对弱小和贫穷 如何伸出援助之手 面对强势 如何保持自我 孩子在学校和朋友圈中 真正经历的每一件事都在帮助他逐渐成熟 逐渐社会化 如果每个家长都能借由孩子的朋友圈小社会 去教会他做人做事和交友的道理 孩子将来也就能轻松融入社会了 生而为人 我们必然生活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 有为人类进步做出显著成果的科学家 政治家 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起眼的 仅来此世界走一趟的平凡人 有财务自由的富人 也有生活贫瘠的穷人 有正直的人 也有虚伪的人 我们可能不容易迷失在森林里 但却很容易迷失在人群中 因为我们总是喜欢在他人身上找标准 总希望自己是合群的 但周围这么多人 会让我们看花了眼 也看不清自己的方向 我们都熟知牛顿与万有引力的故事 但是你是否去思考过牛顿是怎样产生那样的想法的 苹果从三四米的高度落地 牛顿开始设想从更高的地方落下呢 再高到一定地步呢 到了月球的高度呢 很奇妙的是 很多伟大的事都是从一闪而过的平凡的念头出发 生长出更多更伟大的想法 在被伟大的人一步步验证而面世的 牛顿的思考轨道深深启发了小哥白泥 当他抬头看见家里的奶粉罐时 小哥白想起小时候自己喝奶粉 关联的人物就有很多 从关系最近的奶粉售货源 到关系最远的挤奶工 很多人都不认识 但却因自己喝奶而关联 小哥白泥给他的发现起名为 人类分子的关系 网络法则 他拿身边的不同物品反复推演 都验证了许多人都和自己紧密联系 虽然大多都是陌生人 但是每一个人都不能脱离这种关系 人类彼此交织形成绵密的网 包裹着整个地球 生活在超级智能的当代社会 地球这端的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 联系上地球那端的人类 然而世界的很多角落总是有冲突发生 同样生而为人 有的人贫穷 有的人富有 小哥白泥优越的家庭条件 与蒲川贫穷的家庭环境 就是小哥白泥眼前的贫和负 让舅舅心生欢喜的是 小哥白泥始终保持着对蒲川的同情和友善 蒲川好几天没来学校 听说他生病了 小哥白泥就主动去家里拜访蒲川 并帮他补习功课 小哥白泥亲眼目睹了穷人的生活 他并没有高高在上 而是带着关心和新鲜感走进蒲川的生活 他也因此跳出自己的生活圈 进入另一种不同 但却充满吸引力的生活圈 对小哥白泥来说 最新鲜刺激的 就是亲手操作了蒲川加墨豆的发动机 以前的他只能通过书籍 或者玩具来认识发动机 贫穷的人在生活中基本都比较自卑 就算是自尊心很强的人 一旦陷入贫穷 也会因为某些方面而感到自卑 这是人之常情 舅舅告诉小哥白泥 每一个人都应该谨言慎行 去保护他们的自尊 除非你能和贫穷的人处于同样的境地 尝遍他们经历的艰辛困苦 依然能昂首挺胸 自信淡然 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穿衣打扮和名车豪宅 而在于内在生而为人的价值 若对自己的价值充满自信 无论何时都能心如止水 虽然富有和贫穷两个圈子的人 在生活中很难有交集 但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 哪一样不是由贫穷的群体创造出来的 这类主动创造的人 比被动消费的人更能扛起这个世界 所以富有的人不能不考虑贫穷的人 不能不对他们怀揣感恩之心 生而为人 我们总与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些是天天见到的亲朋好友 有些是偶尔相见的伴熟人 还有更多却是我们彼此不知的陌生人 不管熟悉与否 不管富有或贫穷 活在人群中的 我们都应该善待周围的人 人们彼此倾尽好意 并为此喜悦 释放善意 彼此接纳与尊重 我想再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了 再没有比这更具人情味了 唯有活在具有人情味的人类关系网中 每一个人才是愉悦幸福的 人与人的关系 始于同为人的缘分 忠于彼此的舒服与接纳 生而为人 你是否想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像伟人一样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闪耀 伟大的人 不仅影响同时代的人 也照亮着后世后代 他们的行动力 活力和过人的精力 总是超乎常人 小哥白尼崇拜拿破仑 因为他无论陷于何种困境都不沮丧 即使身为俘虏 也没有失去王者的骄傲堂堂而立 这种魄力或许就是凡人所缺乏的 有的人很善良 对世界满怀好意 但却因懦弱无法发挥善心 有些人并不是坏人 却因为自己的懦弱胆怯 带给自己和周围人不幸 未能与人类进步相结合的英雄精神 都是空虚的 而缺乏英雄气魄的善良 同样也是空虚的 我们为伟人的行为动容 是因为他们推动了人类进步 顺应了社会发展 圣人孔子 中国文化思想的极大成者 为了推广自己的思想周游列国 一路坎坷 始终秉持初心 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极其深远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 秦始皇横扫六国 结束内战 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 统一中国文字和货币极度良衡 生而为人的伟大 除了如伟人那般 为人类进步 做出卓越贡献 也在于承认自己的不幸与错误 看见自己的不幸与错误 也是了不起的 因为只有看见 才能觉察自己的状态 才能感受真实的人生 只要是人 都会犯错 小哥白尼因为朋友被欺负 没有及时挺身而后悔和痛苦不已 明明内心深处是想要去做的 当面对现实时 却挪不开脚步 他也因此大病一场 陷入深深的愧疚 和是否能挽回友谊的茫然中 舅舅告诉小哥白尼 无论多么痛苦 对于发生的过错 必须像个男子汉那样忍耐 放下无法改变的过去 思考当下可以做什么 去面对一切后果 小哥白尼照做了 没想到朋友们 并不像他想象中的怨恨他 不再理睬他 他们又和好如初了 人生的每次邂逅都是唯一的 没有回头再来的机会 或许我们不会像小哥白尼那般幸运 道歉并不一定能得到朋友的原谅 但是至少通过这次经历 我们能学会如何做人 如何更好的生活 也不枉费这一次痛苦的体验 经历过不幸犯错等挫折 且承认和直面他们的人 更能看到生命的深刻 更能与世界相互照见 直面不幸和错误 是在告别不幸的曾经 是在迎接更加豁达和敬畏的未来 所以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虽然做不到伟人般 惊天动地的大范围影响 但我们可以直面不幸和错误 影响和升华我们的内在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 都敢于推翻自己曾经的黑洞理论 承认自己错了 我们又为何不可呢 生而为人 怎样才能拥有伟大的人生 我们可以学伟人的精神 养伟人的气魄 轰轰烈烈地在世间走一遭 我们更多的应该学会正确 面对自己的痛苦和烦恼 生而为人的伟大 在于看见和接纳发生的不幸 并有勇气拨开不幸 看见内在真正的人生内核 好了这本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精华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 生而为人 我们看待事物的思维至关重要 看世界的思维变了 世界在我们眼中也就不一样了 地心说 思维就是孩子的思维模式 以自己为中心看外界 认知当然就不够成熟 日心说思维 以广阔的外在为前提 认知更成熟 更包容和全面 生而为人 即使是孩子还在学校 也是了解社会的江湖 孩子在学校也如成人在社会一样 会遇到不同的人 当孩子在学校面对成长的烦恼时 家长可以好好利用这个契机 带孩子在真实感受中去体验 从灵魂深处去思考 什么样的人才是高尚的 生而为人 我们必然活在人群中 近在身边的朋友 远在天边的陌生人 富有的人 贫穷的人 无论关系近或不近 我们都因为同为人 而脱离不了关系 每个人都应该善待周围的人 清尽好意地看待他人 生而为人 怎样才能拥有伟大的人生 我们可以以伟人为榜样 学他们的思维轨迹 学他们的精神气魄 平凡的我们更应该学会正确 面对自己的痛苦和烦恼 生而为人的伟大 在于看见而不排斥 接纳而不逃避 这是生而为人 必然要面对的课题 人都会犯错 有良知就必然会痛苦 如何面对错误 歌德的话会让你释怀 错误同真理的关系 就像睡梦与清醒的关系一样 一个人从错误中醒来 就会以新的力量走向真理 在这个繁忙快速的时代 我们忙于事业 孩子和家庭 活了大半辈子 也没明白自己要怎样的人生 这本书无形中 让我们检视习惯认识的局限 并在如何帮助孩子 构建正确的思维方式 搭建了不起的思考轨道等 育儿方面指明了方向 无论是在本书创作之初的 动荡年代 还是和平安宁的当代 书中所提倡的 生而为人的基本品格 依然令人动容 裹鞋的时代 拒绝裹鞋大脑 拒绝裹鞋本心 全不是因为未经议认识的